为了维持世界第一的宝座 美国真是不遗余力的提升势力 尤其是在海军空军这两个方面 陆军那个三等人咱就不说了 海军这边六代隐身舰载机 福特号航母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都在搞 空军更是每年都在增加军费 一方面大规模列装五代隐身战机 F35一边抢先研究下一代空中优势 对于手头上数量庞大的四代机群 同样没有忽视 趁着五代机量产 六代机研发的这个空窗期 空军选择对四代机进行现代化升级改进 如今波音公司就为F15E 提供了一次革命性的升级 大家好 我是火力军 前些日子刚说了F16的大升级 今天就来聊聊空军F15E升级的那些事 随着服役年限的拉长 诞生于冷战时期的F15战斗机 面对日新月异的战场环境 已经逐渐开始力不从心了 尤其是面对各国五代机的大量服役 在航电方面 F15是越来越不够看了 再加上近些年防空系统的发展 F15这种非隐身战机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 在美国空军看来 面对世界强国的防空火网 以F15战机的航电性能已经难以进行有效突破了 所以饱受竞争摧残的波音公司决定 对美国现役的F15E战机来一次革命性的升级 希望能以此来获得一些军方订单 维持升级 此次的升级核心就是加装ANALQ-250主动被告警与生存力系统 提升F15E的电子战能力与突防能力 这样一看 跟火力军此前所讲的F16升级有些相似 都是针对航电系统中电子战方面的升级改良 ANALQ-250主动被告警与生存力系统 是由英国BAE系统公司在美国设立的子公司研制生产的 采用了为F35战机发展的综合电子战系统技术 统合了电子战技术的最新发展 从2019年开始 美军就加速了电子战领域的理论与技术改革 最大的变化特点就是从多域到专一 在此之前 美军通过板部调流 统一军羽 发布战略以及重构部队等一系列措施 加快推进电子战力量的建设与部署 尤其是美军在军羽中使用电子战 取代电子战 成为其在电子频谱领域最显著的发展 在美军军羽中 电子战原本是指攻击敌方无线电和雷达 与防护自身无线电和雷达的性能 但随着红外激光 卫星通信以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电子战概念已经无法涵盖电子频谱领域 不断翻新的作战样式 美军相继提出电子机动战 电子频谱作战 电子战等概念 2017年美军赋予电子频谱独立作战域地位 推动其成为与陆海空天网相并列的第六作战域 电子战此前主要作为信息战的一种手段 为联合作战提供技术保障 但随着电子频谱独立成域 美军大力推动电子战 从保障式反应式向决定式主动式发展 提出采取先发制人的主动式电子战 从而全面掌控电子频谱这一关键作战域 而目前空军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战机升级项目 就是美军在丰富电子理论 ANALQ-250主动被告警 与生存力系统是一种射频接收机和干扰机 可以帮助F-15E第一时间检测来自空中与地面的威胁 当发现威胁迫近以后 ANALQ-250就会进入对抗模式 能够帮助战机探测敌方雷达确定其频率 然后会向敌方雷达发射电磁干扰信号 这样就会使敌方雷达屏幕显示混乱 最大限度的保护F-15E战机 不被敌方战机或防空系统的雷达锁定 雷达干扰虽然不是什么新技术 但ANALQ-250电子战套件 比老式战机装备的干扰机更加有效 这得益于采用的新算法 先进的ANALQ-250系统 可以为F-15E提供完全集成的雷达警告 地理定位 态势感知 以及自我保护解决方案 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 检测击败来自空中与地面的威胁 配备的先进射频电磁对抗 能够更深入地渗透到现代综合防空系统 ANALQ-250系统 能够为飞行员提供最大态势感知能力 帮助飞行员手机和处理电磁能量 来检测识别和快速响应潜在威胁 可以及时创建全面的360度战场途径 并且还具有广泛的顺时带宽与高速扫描能力 可检测所有射频威胁类别 包括低拦截概率和现代敏捷威胁 ANALQ-250系统 是利用五代机的数字电子战技术 具有模块化 可扩展 开放系统架构等特点 可与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互操作 完全集成的ANALE-47薄条 和要般对抗分配系统 多光谱射频对抗措施可实现快速响应 为机组人员提供全面保护 可以让飞行员能够在对抗空域中监视 干扰和欺骗威胁 在投产之前 ANALQ-250主动被告警与生存力系统 就已经完成了一系列严格的飞行试验 地面试验以及技术演示 这使得空军决定将其推进到低速初始生产 在该计划的工程与制造发展阶段 BAE公司还为该系统的飞行软件交付增量式更新 提供更新的地理定位与威胁识别能力 所以在美国空军综合演示与应用程序实验室的硬件 在回路实验中 ANALQ-250在针对复杂环境的地面和飞行实验中的性能 不断得到提高 相较于F-15E战机此前安装的建议电子对抗设备 ANALQ-250主动被告警与生存力系统 实现了完全数字化 并且占用空间少 再保证F-15E战机内部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 就能将其集成在这款战机上 而且后期维护也比较方便 并且ANALQ-250提高了可靠性与可维护性 大大延长了使用寿命 这些优势有助于空军降低生产周期成本 使得F-15E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目前波音已经在德州圣安东尼奥的厂区 为美国空军现役的F-15E 安装ANALQ-250主动被告警与生存力系统 波音还表示 未来将会有43架F-15E战斗机 率先装备ANALQ-250系统 能够让空军选择投入大量资金升级这套装备 自然是因为ANALQ-250已经经过了实战验证 此前F-15EX在参加北方边缘2021演习时 美军测试官员就表示 由于ANALQ-250能够主动对敌方系统进行电子战反制 尤其是与F-35战的ANASQ-239电战系统配合以后 更能进一步干扰对手感测器 让F-22和F-35更难被发现 美国空军表示 搭载这款电子战套件的F-15E战斗机和F-15EX战斗机 其战斗力将无限靠近五代隐身机 美国空军F-15E战机升级计划负责人表示 ANALQ-250主动被告警与生存力系统 可以大大提高F-15的生存力与实用性 对F-15E这种已经非常先进的战机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布城 而且ANALQ-250系统的硬件成熟度与制造准备度都很高 因为BAE公司考虑到该系统低速初始生产 和其他关键电子生产需求 已经投入1亿美元用来建造世界级电子战实验室和工厂 美国空军原计划为200架F-15E攻击战机 和200架老式F-15C空优战机都装上该系统 但是考虑到已经决定采购新型F-15EX 所以美军在2018年就开始逐步削减老旧的F-15C数量 所以现在只有比较新的F-15E 与最新型的F-15EX才会安装该系统 等到2030年的时候 美国空军将会拥有350多架装备ANALQ-250系统的F-15系列战机 电子战套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因为其他国家所发展的防空系统越来越复杂 同时也越来越先进 数量也是越来越多 与F-15这种非隐身战机项目 F-22和F-35等隐身战机能有更好的避免被敌人探测到 但即便完全采用隐身战机也不是万能的 面对强大与先进的防空系统 即便是隐身战机也需要电子干扰的支持 才能更有效地执行各项侦察打击任务 然而自从冷战结束以后 美军就开始缩减电子干扰力量 此前美国空军 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 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电子干扰机 但到了1998年 五角大楼将空军装备的40架EF-111全部退役 只依靠海军与海军陆战队装备的200余架EA-6B进行电子作战 后来 海军逐渐采用EA-18G取代EA-6B电子战飞机 EA-18G沿用了FA-18F战斗机的机体 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终于在2019年退役了自己全部的EA-6B 但没有换装新的电子战飞机 这使得150架左右的EA-18G就成为美军唯一的电子战飞机 但美国空军需要更多更先进的电子作战飞机 而为F-15E安装ANALQ-250系统后 就可以填补EF-111电子作战飞机退役后的空窗期 同时为了检测ANALQ-250系统的优良程度 美国在阿拉斯加参与了测试 空军派出两架装备ANALQ-250系统的F-15E与数十架其他战机 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联合空战演习 凭借着ANALQ-250系统 F-15可以有效干扰对方防空系统 帮助F-35进行空中突防 F-35的飞行员也表示 目前正在探测F-15E与F-35之间的空中协同作战 以便在未来战场上获得先机 目前来说 美军并没有公开ANALQ-250系统的详细参数 因为这些毕竟都是保密的 但对于空军来说 在实战背景下 测试这种新型干扰系统是迈出的一大步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 空军或多或少的需要海军与海军陆战队 帮助完成电子战任务 这是空军无法承受的 如今安装了ANALQ-250系统的F-15E 将可以弥补空军电子干扰的空白 在过去的几年 美军第772实验中队 一直在测试F-15E的新一代ANALQ-250 主被动警告和生存系统 一旦F-15E被敌方防空系统锁定 就可以进入被动或者主动模式控制 干扰敌方的无线电通信 并且在被动模式下 允许电子战系统在静默情况下 监听对手的无线电通信 而自己并不会发出信号 就可以捕捉敌方战机的位置 电子战系统其实就是使用各种关键基载技术 找到所谓交战战斗机的信号源 然后给予拦截和攻击 升级F-15E的电子战能力 其实是个不菲的支出 但考虑到研发新的战机和制造新的战斗机 升级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F-15E升级除了电子战技术外 还升级了基载高速计算机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等 为F-15E配备世界上最快的战斗机处理器 每秒能够处理8700亿条指令 美空军F-15E升级完成后 还能继续服役10年左右 这款生产于1980年代的战斗机 可能服役到2030年 届时将达到40多年的历史 从侧面看 也凸显了美空军战斗机不足的问题 F-22在数量上无法支援美空军的作战 那么F-15E就成了升级的对象 这也让波音在21世纪上半叶 还有战斗机业务可以延伸 而美国空军新推出的新型F-15EX战机 是经典的F-15的升级版 该机是一款威力强大的远程战机 而且还可以装备体积更大的空空导弹 和高超音速导弹 F-15EX也可以成为一款电子干扰平台 这款双引擎两座重型战机 配备新型被动主动预警生存系统 理论上 该机可以在自身和附近的战机周围 投射雷达干扰信号 在这种能力的帮助下 新的F-15EX战斗机 可以部分补充美国海军的EA-18G电子战飞机 也可以填补美国空军早在1998年就退役的EF-111电子干扰机的空缺 此前五角大楼的成本评估和项目评估办公室 就督促空军直接用最新型的F-15EX 取代80年代服役的F-15C战机 而空军也在这些年做出决定 将采购至少144架F-15EX来取代补充空军战机 目前已经有几架F-15EX正式服役 其单价高达9000万美元 这些战机正在接受各项测试 这时候来看 F-15EX反倒更像是F-15QA F-15E F-15C 再加上第四代战斗机的成熟技术混在一起的产品 以F-15EX型战斗机已经公开的航空电子系统来说 该型战斗机在航电系统后端 采用了类似于F-35系列战斗机的OMS开放式航电系统架构 且大量采用商用处理器组件 这意味着可以非常方便地对飞机中央处理器 外围软硬件模块等进行升级改造 从而具备更强的运算能力与多任务性能 这一设计算是目前各主要军事强国第四代战斗机上面的标配 在空军决定采购F-15EX之前 就已经对该型战机与F-35A的使用成本进行了评估对比 根据测算 在采购后的15年内 F-15EX的每小时飞行成本平均为2.9万美元 同等条件下 F-35A的每小时飞行成本平均为4.4万美元 F-15EX之所以能将使用成本控制的比较低 还是得益于F-15家族已经在空军服役40余年 已经建立起一套庞大而成熟的维护保养和零配件储存供应体系 F-15EX服役于空军 可以继续沿用此前建立起的体系保障力量 而F-35A则需要另起炉灶 重新建立保障体系 也就是说F-15EX的采购单价虽然要高于F-35A 但全寿命成本反而低于F-35A 这也是空军选择列装144架F-15EX的一个重要原因 你们觉得美军对F-15与F-16进行升级 当两者未来与五代机甚至六代机相配合的时候 能起到多大作用 美军持续对四代机进行升级是无用功还是在领导发展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点赞 点赞 接下来